大家好,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使用康明斯产品的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和包括每次展会,尤其是2020年这次上海宝马展展会 整体观展下来对康明斯发动机的一些印象和看法 在05年06年的时候呢,我就用了这个康明斯配套的一个装载机的产品 包括像14年的时候也用了一个直盆的广康发动机的一个国产装载机的一个产品 还有包括像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虚空1400啊 还有这个身后这个虚空1000的KN呢 这一款车呢,咱们都试驾过,都使用过 整体使用下来呢,这个康明斯发动机呢,可以说做得非常不错 尤其是大吨位,还有在出口机型上 这次呢,整次展会撞下来 相对来说,电动的产品还特别少 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呢,还是占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逛下来啊,无论是装载机,挖掘机,还包括一些矿山设备 还有一些特殊型的一些新型产品,有很多 你像徐宫,这次展位上就好几十种产品 好几十种种类,大小产品都有 但是大部分配套都是咱们康明斯的发动机 小到排量2.8,大到排量的可能是30张,50张 甚至达到60张 咱们康明斯的产品呢,就是随处可见 这么说吧,在这个展会上展有率 你看十载设备,最起码八台是咱们康明斯的动力 来,康明斯的产品来提供的一个动力源 整理来说呢,不光是咱们中端用户 就包括各个主机厂家呀 对咱们康明斯产品也是充满了信息 而且呢,在这个用户反馈中呢 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尤其是在这个排,咱们国内的排放标准 包括国际上,排放标准日益严苛 国三,国四,甚至以后的国五 像康明斯这种的国际大厂啊 在这个技术储备上做得特别好 尤其是一些尾系处理 整体呢,对这个产品的平稳性 故障率,还有安全可靠性上 还有燃油经济性上 对这个,还有这个燃油经济性上 还有这个燃油经济性上 还有这个燃油经济性上 对这个康明斯的产品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可 刚才我也说了,在06年的时候 我就使用了咱们康明斯的发动机 在使用中呢,这个使用感受也特别好 但是有一个什么前提呢 必须给它进行一个合理合规 一个保养和维修 尤其是什么呢 在这个,尤其一些耗材配件 比方像绿心啊,机油啊 大家都要用咱们 符合咱们康明斯标准 或者是康明斯专用的一些产品 不要买一些市面上一个 低价格劣质的产品 这样呢,保证您的设备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出息率 让您达到这个设备在使用中 最大化的一个效应